用广播电视网络24小时追踪为您提供最新消息 东南西北天下市世事报道 客观详实公正可靠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广播电视和网络报道 好的 盖宝德博士 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 要求参与我们节目讨论 我们现在就来接听他们的电话 首先是天津的何先生 电视观众 主持人先生 盖宝德博士先生好 我觉得中共这个经济 我想要是成为亚洲第一 恐怕是可能性不好大的 现在是中共国内失业的人 连社会地方都领不到的那些生活人群 有的是我自己觉得 对中共这样的共匪和困承权来说 他要是保护他要是保持他这个权力 为他保持他的统治权来多吹死 让他的话我想中共在经济快要抖到 快要抖到灭亡的时候 他可能会多吹死的 做那个吹死 挣扎的那些经济性的政策 好的 天津和先生 谢谢您的评论 下一位是山东的卢先生 网络听众 山东卢先生 大家好 你好 我觉得是因为是中国特色 所以中国既不会经济特别好 也不会崩溃 因为中国的特色是什么呢 是分成两个阶级 一个是以官僚代表的那种官僚 就是国家垄断经济 这些国有企业 全钱官商不分 全钱庞大的这种官僚奴隶主阶级 再一个就是广大的无权无钱的老百姓 那种平民奴隶阶级 如果你要从奴隶主阶级来看的话 中国大有希望要抄日本 抄美国非常好 但是以奴隶的生活来看 中国将走向崩溃 实际上下一步既不会往上走 也不会往下走 可以肯定的是 随着独裁专制的时间加剧 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矛盾 会越来越尖锐 好的 你遇到 还有最后一句话 你遇到经济问题的时候 奴隶主会加速剥夺奴隶 来获得更好的利益 好的 谢谢您 山东的卢先生 刚才我们这两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打来电话 意思大概都是不相信中国的经济前景 会像有些人乐观表明那样 会成为亚洲第一 或者是成为全球第一 不太相信这种说法 不过我觉得 当然都是程度的问题 但是在亚洲第一 这就是日本了 日本比中国还要稍微大一些 但是日本的正常速度比较慢 中国的正常速度比较快 所以我觉得不久 或者是今年大概 今年中国就总的来讲 它的观众上升 总是会超过日本 这是没问题 将美国的话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美国还是 中国的接近三倍 超过两倍 它的整个 它的规模 美国的规模 所以得等到2030年左右 中国才有一个机会 也许一个可能性 超过美国 我觉得第二个 山东人 在那个管理问题 有些得要努力抵抗 这些很多 也许是地方政府的一些问题 这是每一个发展 中国就有这个问题 中国也有 包括在里面 所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他们得合作 把这些管理问题 就把它们 当然解决不了 但是在某一个程度 越来越好 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办法 这是可以说是 避免不了的 避免不了的 许多现在的国际经济学家 也不太看好 中国经济的前景 最近华尔街 一位比较著名的投资专家 他叫查诺斯 中国人都很熟悉这个人 查诺斯 James Charnos 他最近发表一篇文章 就是说中国经济 主要是靠政策来支撑的 泡沫成分非常非常大 他说比泡沫成分 要大到什么程度 比最近经济破产的 中东的迪拜 就是渡拜 要比它要高 高出1000倍 所以他预计 中国经济不久即将崩溃 另外还有一位 中国人比较熟悉的 美国经济学家 华人经济学家 他叫张家敦 他原来写的一本书 叫中国即将崩溃 在中国引起很大的震动 已经有了7年的写的本书 对 几年前写的这本书 叫中国即将崩溃 他现在又重申了 他自己观点 迪拜经济破产之后 他又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认为中国经济泡沫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他坚持认为 中国经济即将崩溃 观点不变 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对 这个我都看过了 听过这些看法 很有意思 这事都不是学经济的人 都不是学经济的人 而且呢 也许这个华尔街这个人 他主要的 他的专心是 看某一个公司 看这个公司健康不健康 他对一个全国家 是不是健康不健康 他这个纪念苦不很小 而且你看他 他对杜拜作为一个比较 这是没有根据 杜拜也是很靠 这个私立的金融界 中国的金融制度 比较稳定 而且有很多国家空股的 国家国有的一些银行 或是非银行金融机构 所以他的这个金融制度 很稳定的 所以这个人 他以前很有名的是 他好像一次有一个 某一个大公司 就亏本了 所以他就赚了很多钱 那他现在又说 那你如果 如果相信我的话 给我你的钱 我就会替你赚很多钱 所以他就要吸收别人的钱 他说这次 他就是看中国 中国是不是要亏本了 这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 有一点赌博的味道 一点的根据都没有 我觉得 所以这是他有点可笑的 但是可以理解 这是一种竞争 就是人家吸收钱 那中国这个 有泡沫呢 也许有些大城市的一些高级住宅 要是房地产 有些价格就上升了 但是说泡沫的呢 中国有一个基本的事实 就是中国人口多 可以说他的资产少 尤其是房地产少 所以中国未来这些价格都会提高 泡沫或是泡沫 这时候会有一个波动 这个波动 也是避免不了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 中国有泡沫 像杜拜 或是以前美国的情况一样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好的 继续来接听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打来的电话 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 孔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快六十岁了 我说过 我说一说 中国经济崩溃有两次 将要崩溃 第一次就是六零年前后 大跃进 当时的口号是十五年 赶英超美 在那个时候 我已经上小学了 就是结果崩溃了 刘少奇呢 把他挽救了一下 再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后期 文化大革命后期形势一派打好 我们要解放全人类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 一上来 马上就是防美防日 他就说出来了 中国经济 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现在有点像 59年和 76年那个时候 现在我们一说就是 我们的经济形势一派打好 同时呢 要赶走谷歌 要封锁干扰 美国之音 自由亚洲等外台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现在已经很危险了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孔先生 好 下一位是辽宁的周先生 网络听众 辽宁周先生你好 你好 我非常赞赏刚才那位山东的那位先生的那个 他的说法 我感觉目前的中国人啊 中国的经济 尤其是被一些 包括请来的嘉宾看好的 这个中国经济 实际的那个虚幻的成分 泡沫的成分很大 那个很严重 而且呢 共产党呢 他特别是愿意宣传 他们经济上取得的这种所谓的成功 这是他独裁统治的唯一的合法 就合法性之所在 但是呢 我个人感觉 要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好和坏 经济的规模的大和小 千万不能忽略了这个经济发展的质量 中国的经济发展 我个人认为是毫无质量可言 完全是银尺卯粮 用牺牲这个 牺牲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牺牲那个 子孙后代赖以生存这个环境 来换取所谓的经济的发展 这种经济发展 共产党自己的说法都是缺乏可持续性 我不知道我们您请这位嘉宾 为什么那么看好中国经济 当然我作为中国人呢 我生活在中国的经济圈子里面 我希望中国经济好 但是我更希望啊 中国经济能够真正健康的发展 能够真正的造福于中国人民 而不是像我刚才说的 靠共产党那种银尺卯粮 靠呢为了维持它所谓的这个 统治的合法性来宣传的 又要拯救世界 又要朝美 又要朝日 我觉得就没有任何意义 也希望西方的这个学者 不要炒作什么中国经济 如何如何的强劲 如何如何要成为世界地区 没有任何意义